字幕提供 不是毒海浮沉嗎 為何放幾盒發泥和鏡盒 當然不是發泥和鏡盒 如果有追開AK和JH的產品 就知道他們出了四款新耳機 螢幕左供有的 就是Rosie NG 裡面是NG2 然後有Rosanne2 和Layla2 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是他們全部的外型都轉了 全部都用了金屬外殼 第二是終於出了一隻 這隻我覺得是觸目 這隻就是Rosie 終於便宜了一萬元 今集就講一講Rosie Rosie的定價是七千多元 看看 橙色很鮮豔 跟盒子一樣 另外也跟了2.5 和3.5 既然可以試了AK的產品 當然是選擇2.5 來試試 試了AK的耳機 除了一定要用2.5 之外當然是用回AK的Player 我今次會用回380 裡面有兩隻MQS 一隻是陳偉恒 一隻是蘇銳的 記住不是蘇柄 我的Volume會調到95 這是我慣用的Volume 剛剛聽完一隻Rosie 其實一開始已經被它的外表吸引 但是它的聲音又不算是很大的驚喜 有些像我初初第一次聽NG1的時候那種感覺 它是有一陣特別的鎚 可能那陣就是JH的味道 它是能調整JH的味道 但是超不超越到NG1呢 好像我也不覺得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超越到它 但是如果以它的目的是達到的 就是以一個入門級 或者叫便宜一點 用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來 介紹給你JH的味道就是這樣 它是做到的 但是大家喜不喜歡JH的味道 就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所以我們先去寫一下 其實是開始已經做了 我希望你會不會再試過 一些角色的東西 可以試過 我應該不會再試過 你會試過 我會試過